一名暗龙跑腿涉嫌在玉廊东组屋放火烧屋遭到警方逮捕 嫌犯上午押回案发现场搜证 来看记者吴良祥的报道 戴着口罩的31岁嫌犯上午10点被刑事侦察局人员 押回玉廊东着原路第272座的案发组屋重组案情 据记者观察 嫌犯向查案人员叙述了干案经过 在逗留了约30分钟之后就被带走 这起大耳龙骚扰纵火案件发生在上星期六 嫌犯是在昨天下午5点多在大巴窑5项落网 据了解 被纵火的两个单位住户都是无辜被牵连受害的 欠债人其实住在事发单位楼下 警方初步调查显示 嫌犯相信涉嫌全岛超过10起的大耳龙骚扰案 其中至少5起还涉及纵火 嫌犯明天将被控上法庭 一旦罪名成立 出犯可被罚款鉴于5000元到5万元不等 外家坐牢最长5年 以及边刑最多6下 新传媒新闻记者吴良响报道